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今天表示预计第二阶段的电子消费券 可以对经济产生至少有1.2%的提振作用 另外他也强调了虽然说外围的经济恶化了 但是香港本地的经济受到的冲击并不大 如果说今年剩下的时间疫情大致受控 他对于经济的表现仍然持着谨慎乐观的态度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周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 从8月7号开始派发总额超过300亿港元的第二阶段电子消费券 预计能对经济至少有1.2%的提振作用 消费券已经连续派发两年 未来是否会继续派发 陈茂波认为目前言之上早 看指今年的消费券已令库房负担超过600亿港元 加上经济和金融市场状况一般 年初预期全年赤字达500多亿元 如果收入减少 赤字可能会增加 因此要审慎理财 陈茂波表示 俄乌局势 全球疫情 美国通胀情况严重等因素 导致外围经济恶化 早前下调香港本地全年经济预测为收缩0.5%至微增0.5% 但他强调亚洲地区和内地经济增长仍然较好 加上香港财政储备充足 银根松动 受外围经济恶化的冲击不算大 预期下半年经济会比上半年好 如果疫情大致受控 对经济神生乐观 陈茂波表示 本地失业率已比三个月前回落不少 如果未来疫情持续受控 失业率将会持续下跌 但速度未必会很快 现在我们的就业情况有些错配 大家知道有些行业就请不到人 有些行业就有人没有工作 我们亦希望在合适的情况之下 有些人愿意尝试其他工作 所以在再培训那里有些课程 除了去上课之外 其实每个月有些津贴给他 另外就在就业辅导那里加大力度 此外就在短时间里面 在抢人才提升我们竞争力 那里也都要做功夫 陈茂波强调收债贫富悬殊的 十二工作是解决房屋问题 中长期而言要发展多元经济 吸引内电以及国际创客龙头公司 落户香港 他又指简单低税制是香港的优势 但不能一成不变 他透露原本打算今年年底修例 引入全球最低税率15% 让以香港做总部的跨国公司补足税款 但因为国际上实施有延后 本地修例的时间也有所调整 凤凰卫视金小飞香港报道